在舞会这个模块 我们专加了双人合作模式 根据不同场景和不同曲风 会有不同的难度和合作模式 看来什么 是 第一名字往右 右 右 我往右了 你过来 过来 你是我往右 我往右 死了 那是什么游戏有bug 那舞会旋转度操作太大了 回头没过关 却因为配合不默契啊 吵架 这个模块就可以改叫 分手舞会了 最后这一关 是夏总亲自设计的 我也觉得挺难度的 终极舞会模块 最重要的 不仅仅是提升亲密的默契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可以提升两个人的亲密度 不再是一个人控制左 一个人控制右 还是共同控制动脑 你看你看 这个分数啊 往一下子加了 真的 这样就很容易啊 对啊 果然啊 快过关了 我太厉害了 我太想事了 你们 你们可以啊 坐得还不习惯啊 没有我也要这么玩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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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 你们 你们可以啊 我坐得还不习惯啊 张组长来了 听说在座模块内测 我来看一下 那张组长要不要试试 我们夏总正在释放 最后一关的通关密集呢 是吗 好啊 什么东西啊 你别来这么好吗 这也不太好玩了吧 张组长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玩 你那天是不是说张思维拉着你去给夏总楠楠买礼物去了 是啊 你看这个 这是 还有这个颜色马蹄莲呢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你看 这不是夏总吗 所以说她陪夏总去看夏总奶奶了 而且你看这个配文 久别重逢 还学会了你最爱吃的芒果羹 夏总是爱吃芒果没错 夏总就没跟你说些什么 你干吗去啊 你不要冲动啊 对不住了 我问我清楚 夏哥 有事了 我有话想跟你说 如果当时我知道车祸的真相 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不会和你分手的 过去的事 就不要提了 至少 让我取回豆皮吧 什么这么严肃啊 怎么这么严肃啊 为什么客房现在空了呀 一直都是空的呀 那你把客房让给我呀 反正空着也空着掉 我不喜欢别人住我的客房 没想到你还一直好好地帮我照顾她 是她在宠物店计算太久了 宠物店老板都看不下去了 就带回家了 我留了个联系方式 谢谢你 多比 还认识妈妈吗 你怎么来了 夏总 你打车回去吧 护送张助长和他的爱猫这种事情 交给我来就行了 秦运 你 夏总 回车 夏总 出钥匙 秦运让我给您 她人呢 她回去了 你等着 你等着 好 叔叔好 伯父好 伯父 我错了 伯父 我错了 呃 伯父 你没微信 不会发微信 这都什么年约了 很有石子耳朵 咋会我们家玻璃你配啊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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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拍掉 我地人